朋友们大家好 借我做一个鱼来吃 我买了那种一条一条的小鱼 比这个手指稍微大一点点 那个是13块钱一斤 然后我就来地里搞点葱 回去配一点 然后配点哆啦椒 就可以炒出一切美美的了 这个葱好大的 回家超级多的 这边有这一块 那边还有这些泥巴 一些搞掉 美的带回家 带回家了还麻烦 不是麻烦嘛 脏 你看今天太阳好好的 暖暖的 和西齐一样 这个贴气 太舒服了 把这葱搞干净一点 我这点肯定还不够 我要再搞一点 看这一朵大白菜 是不是长得很好啊 这个就可以做酸菜 就是很好的 现在开始崛起来了 崛好了之后 到时候就是里面是白的 我再搞一点 多配点葱 再搞这个大的 这两个皮种是不一样的 小的这种的话香一点 但是大的这种配菜 就多一点 各有各的有点 配这个鱼也可以用蒜啊 今天我就想着用葱得了 不用蒜了 吃蒜吃太多了 长得越帅了 对吧 这个鱼呢 我们也把这个内脏去掉 鱼泥的话我们就不去的 这鱼比较小嘛 对吧 只要去掉内脏 它泥的很小的 我也不知道这个鱼是哪里来的 只有开了卖 还有13块鱼鸡 还不错 那就买一斤多了回来了 大鱼有大鱼的吃法 小鱼有小鱼的吃法 这种鱼吃起来应该也不错的 这个鱼呢 热制好 还有这个鱼山也去掉了 有时候 很多人去捕鱼嘛 就捕一些鱼过来 卖 这边很多人就是以那个捕鱼为生嘛 还有一些捕鱼的 下半回来啊 做浓虎回来啊 去捕点来卖 这比较多 冷冷冷冷 来这么多条 这几十条吧 一几多几十条 并不大 小小的 我买的时候就一几十了的 这还是比较细细的 就是早上 早上才弄过来的 所以 很好 这鱼不错 咱们把这个 内脏全部去好了 可以了 这个我们俩要再洗一下 鱼也挺多的哦 这个鱼应该是从水煮里面 放水的时候 先捕过来的嘛 来加点油 准备接鱼 下鱼 开始煎 来下鱼 开始煎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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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水就不要搞出去了 还挺够调的嘛 这也还挺划算的 好了 现在翻炼 摘出了吗 好了 好了 咱们煎 这也是说 我这个老煎 所以哪些洞又散了 没有煎 完全那么烤 我感觉我煎少 因为我真的煎得不行 好了 看 要煎成一条炒的了 现在我们把多辣椒下去去 把它炒一下 冲液 说错了 它细飞过多了 说话的乱七八糟的 你看这个 刚才崴去了 所以没来得去洗这个 现在我们改几块 现在我们改几块 鱼都要火掉了 好了 我们把这些给 洗干净 切起来 多配点葱 多配点葱好吃 洗一点姜 一块姜就可以了 再把姜切丝 来 把姜下去去 哦 盐还没加 加盐进去 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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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们可以出锅了 会炒太熟太熟了 就不好吃了 那个葱叶 会得炒 好了 我们吃鱼了 这个我还没长呢 放凉了一下 不知道味道如何 先吃点葱感觉如何 鱼也可以 这小鱼的刺 像这鱼小吃的直吃的 像这鱼小吃的直吃的 咬到以前这一条骨 就用小鱼这一条骨为吃 现在不吃了 着火 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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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 把骨头嚼碎也吃下去 这种鱼也得小骨头很小的 所以多嚼几下来可以吃下去 因为就不用调刺了 很方便 而且味道也还不错 我觉得挺好的 多辣椒 这放的多辣椒不多 也没那么酸 有点点酸 味道挺好的 对